一支四人登山队伍 10月9号从南投东府入山攀爬马博拉斯横断 预计在11号要从浊西乡中平临到来下山 不料因为台风吸水暴涨受困了 花莲消防队12号获报之后 冒雨徒步进入山区来救援 一直到15号的傍晚 这四个人才平安的被救下山 12号接获中平临到山难救援通报后 花莲县消防局第三大队 无畏当时台风好大雨 13号清晨集结后随即冒雨徒步上山救援 带救援的四人登山队 趁着本月9号起的国庆廉假 从南投东浦入山攀登马博横断 11号从浊西乡中平临到下山 不料碰上了台风强降雨 吸水暴涨冲毁入境 属于这一支四人登山队 受困中平临到35公里的公僚 即将淡尽圆节 13日清晨由中平临到登山口步行渡山 同时通知登山队伍同步紧急下撤 于15日15时许 与收救队伍会合后一同撤出 所幸能源均无伤亡 徒步入山救援第二天 消防队顺利接触四位受困的山友 所幸都平安无大碍 在消防队员的带领下顺利下山 而至于这一支登山队 在入山后碰上台风来袭而受困救援事件 是否触犯花铃县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 花铃县消防局目前也正调查理清 若确认有违规事项将依法急出罚则 记者时玉兰综合报道